平面媒體說蔡壁如到台中市府上班 是因為你沒有答應他副主席跟秘書長 然後認為他不夠人和 主席怎麼看 這種挑撥離間的新聞就不要再去回應 那中央委員換協被外界解讀也是三派行程 有人說三派跟蔡壁如不合 主席這裡會不會去做協調的問題 一樣嘛 這個每一個有人的地方他一定會 不要說派系 就是誰跟誰比較 這一定會有的 我想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都一樣 所以這種事情有時候就是把它視為比較自然的去看待就好 所以很多事情不用刻意去誇大他 那這次來到花蓮 花東這樣子 那也深入地方基層 那未來在花東這邊民眾黨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佈局嗎 會有一區一億元的一個這樣的形象 這個是這樣啦 當然第一點喔 我們有一個在地的部分區的立法委員 我們這個新任的林義軍立法委員 他就是負責花東地區 主要負責花東地區 這個一定要先做好選民服務才有其他可以再去期待 所以第一步應該先把這個我們的 在花東地區的服務系統先做起來 所以包括這個 今天就是開這個花蓮的服務處 將來每個鄉鎮會去開那個 類似這種比較地區的這種服務處 這樣可以收集案件 可以在議員也有 我們有議員也有中央的民意代表 這樣就可以不要形成一個一條龍的服務模式 兩年後會推林議員出來選憲的嗎 這個是這樣啦 現階段當然是先做好服務再講 兩年後的事情 兩年後再來煩惱